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下的很厚 但是呢 关于这个交通啥的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实际是呢 它主要分几级公路 比如说高速公路啊 或者是室内的那个快速赶道啊 包括 就是有公交的 它是以这个优先次序去曹雪 你要下雪的时候 当然这个开车还是没有一定经验吧 你会有一定困难吧 起码是你不能开太快啊 急刹车啊 急转弯什么的 而且呢 你要把速度降的要是适中 但是过了一两天吧 它就是按这个优先顺序会清雪 而且清的 你看 现在看呢 我们这次87M就是一个主干道吧 它就完全 其实跟夏天完全一样了 可以说 主要是有公交的 它都会清 只是可能再往后推几天啊什么的 但是没有公交的路啊 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整个一冬它都不会清的了 那就是慢慢老那么磨磨就成了黑冰了 那也确实应该注意 所以说呢 你说出行方便不方便或者开车怎么样呢 我觉得也无所谓 应该是 就下雪当中那几天吧 你可能是非常不便 也确实 你看 这天天在Admin生活的人 下雪那几天高速公路上 高速高道上 出车祸的也是无数的 就是看你注意不注意呗 平常日常生活呢 影响也是有限的 等过了几天 就是不下雪了 这道路自然就是清好了 清好了其实跟平常完全没有两样 这是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并不是说到处都已经开始了 今天是周日 我呢 是平时周六周日休息 然后昨天晚上 就是也有一个打工的地方嘛 一个酒店 它那边嘛 在那召开那个圣诞party 然后我去干了一晚上的活 昨天从五点一直到夜里一点十五才下班 所以今天早上就乖起来 一直睡到自然醒 现在下午 我和老卡才开车出来 是干什么去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在一个埃德蒙顿有个团购的群嘛 我在那里边订了两个被罩 就是那个queen size的 一个被罩是56块钱 然后到货了 我们俩现在开车去取 我估计这个被罩也是从国内海运过来的吧 反正是56家园一个 然后我们取回来之后 给大家看看质量怎么样 我还真是第一次在这个局里团购东西 现在我们走的是Antoni Hande 取被罩的地方是在南边 老卡现在放假了挺好 然后如果有什么事 我们俩就能一起出来 要是之前在外地上班的时候 我基本一个人我也不开车出来 我也不爱逛街 也不爱出来 反正实在需要办的事 我才出门 要不然就在家里一待 哪也不去 除了上班 上班得出去 这个hande就相当于艾德文的环城公路 限制是100 还是比较方便的 今天上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老卡的一个朋友 原生的一个老朋友 他让老卡帮忙去取一个扫血机 因为老卡有批卡 所以拉的比较方便 那个地方正好在我们家附近不远 然后老卡就开车去帮他取 老卡到那之后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出来了 老卡就说我姓什么什么 然后他说老卡 网红 我认识你 现在老卡还成网红了 太搞笑了 可能是在艾德文队也有挺多人 看我们家视频 是吧 应该是吧 哎呀 一天就是没什么事 录点视频 记录生活 闹着玩呗 我现在上班也没有时间 基本上一个礼拜能花一个 现在老卡放假了 他说他自己尽量能录呢 就给大伙儿录点视频 我主要是没有时间 所以这也比较忙 新疆常油棉 我定的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种 但是他没有盐ostic了 就只能给我换这个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回去打开看看吧 是100%全棉的 新疆棉 支持新疆棉 取完被罩了 我和老卡再去超市 买点菜什么的 现在开车往家那边走 天晴了 去的时候还有点阴天 我们现在走的叫Wildmart 是一个横川市内的一条高速公路 这个线索就是80了 刚才我说的Handy和Wildmart 都是主要的交通通信用 那那个Yellowhide呢 Yellowhide也跟Wildmart的性质是一样的 Wildmart整体来说是南北走向的 Yellowhide是东西走向 都是川市内的 但是这几条路都是交通通通通的 如果要出了奢货什么的 马上就渡个思思的 我们现在来到Costco了 准备到这里边买点东西 我和老卡又跑Costco来了 买了点吃的东西 看看都买啥了 一袋苹果 一袋开心果 还有一袋奶油小面包 还有一个润喉糖 然后香蕉 还有一袋中国的橘子 就这些东西 看看一共得花多少钱 反正都涨价了 这个香蕉一直没涨价 都是一块九毛九 其他的东西都稍稍涨了一点吧 马上要交钱 看看一共多少钱 看看这收银 人还挺多的 今天周日嘛 购物的人不少 这个润喉糖好像是一百块 主要是感冒啊 嗓子不舒服啥的 我觉得这个润喉糖挺好用的 加完钱 得钱 六十二 哦 好 走 也挺贵的 还行哦 还行啊 你先喝钱 你就行 哦 输入 计赛 是 缭 所 续